打成一丝血回去 这边TSSK继续下落 那么当年SK啊 人家是神一般的一个英雄 基本上不可能 这个有人说是没有半的还不选他 但是当年也是半三 因为那年SK的戳啊 作为一个先手是非常的可贵的 而且当年SK的属性比现在好 我们看现在SK的 这个当年SK护甲4加0.7 现在是多少呢 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 哎这边又射中了Vegos 不过Vegos有个大 所以在塔下呢 别人也不敢轻过来强杀他 好这边一个T 但被他戳走顶着晕戳走了 这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小的bug啊 但也是SK一个技巧 这边过来强杀嘛 没杀到 反而碰不自己卡到缝里面了 那Vegos还回家吧 还在这边吃树冲 当然吃树也是只有两颗 所以说 有两颗的话回血可能也比现在多一点啊 但是总回复量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 卡跳走了 这个兵可以打到他 这个位置啊 挺尴尬的 SF我们看到已经是五级 然后扔过来一个小平耗的血 当年那个扔没有现在扔好用啊 现在这个扔的话 可以跟着人走 阿萨买了一个TP 买 学了一个 然后又买了一个东西 买了一个瓶子 好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这个插件是solo里面的 所以看起来可能比较别扭啊 不一定的东西就是当下里面的东西 这边Tanny找机会这个威威的漂亮 后手 有没有兵 没有 哎 接着有点晚 早一点的话 可能已经Tanny二连的出来了 哎 再次其实比较脆 这边小鸡当年是不能灌水的 大家注意这一点啊 所以小鸡只能运东西 实际上可能说五七里面最大改变 就是把这个 让这个小鸟不能插眼 这样的话脆皮的后继就不好上场了 他们上场的话没有办法插眼 插眼可能要被人杀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动啊 不要以为鸟 鸟的改动对路人可能影响不大 对于CW的节奏 以及这个英雄出场 非常 影响非常大的 那么Levin呢 现在也是成为VGOS队友了 嗯 好 这边磕了一个Double啊 Double 啊 Slusher 啊 get这个Double-5 Vlog这边 还是没什么作为 混到六吧 但是他混到六 你看混到八了 已经 对面两个都 一 双六 实际上这个几位已经算比较不错了 因为对面有个超强先手 加一个超强后手 这样的一个组合能混到这样的几位已经很不简单了 那么这边SF也是一直在产生的压力啊 那这样的 定住了我们看 定住了自己人跟别人 这个锤还锤上了 POM又给一剑 我们看 这个位置两个人散开 防止被他踢入两个人 VGOS在塔下这边飞过来一刀 再一刀好 还是A死了 VGOS拿这个人头 POM也是有双在身上 点VGOS挺痛的 又给了一剑 我吃开一个树 这边的塔下吗 哦 这边的墙上 下路我以为上路了 下路落了一屋 我落了很人头 不好意思 所以遇到Lina这种人 你战位一定要散开 散开来DPS他 这一剑不看 这一剑很聪明啊 是混着一个攻击动作 跟兵之间出剑的 不是那种 在这边晃晃晃晃出一剑 那样从别人助力全你身上 哎 VGOS直接强A 但也没有对我帮忙 他敢挂强A 也是因为自己的弓 还有自己装备啊 携带在这里 还有自己的被动晕 被动晕我猜别生了起急 因为我这边看不了他的技能 这边又是塔下 二连 冰空掌线吹了一下 斯文过来 送了个东西在地上 给他 是两个瓶子 接着喝一下 换页瓶子 这个千里送瓶子 好了 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我们知道 欧洲的规则 相比亚洲的规则 要舒服那么一点 ADC里面是 有的地方 该延的 该延的不延 不该延的延 厉害 这个风格 因为Tandy河道遇到 碰木头 可是一桩血案 因为碰木头 看只有500点血 Tandy贫二连的话 如果级别高的话 还是可以干掉的 气急配上A线 应该差不多 最好可以A两下 是最好了 因为TandyA的那伤害 绝对不可小觑啊 那个伤害可能是他 非常重要的一下 你看现在A18 可以A100多 再等于技能升了一级啊 所以说Tandy 你早已延长大的话 这个A的伤害 也可以弥补一些技能的 级别那个问题 而且还 好这边又砸一些耗血 这边有个V 没V到 很可惜啊 好这边吹一下 吹有两个人 但是Tandy也没有技能 来保他了 A一下 再A一下 Tandy这个走过来 扛塔不现实 因为你的护角还低了 薛一刀死了 S被Mail和干掉 这边Tandy的位置也不理想 因为 流浪 这边磕着药 SF被兵挡了一下 有点可惜 否则这些人 应该可以拿到了 因为刚才这些中路 跟Pom Solo 这个也需要 勇气跟技术 两个人前身 基本上又差不多 这边Lena已经跟 V组合到一起 第一伙来拿塔 这两个人还输出来 可以当平成第一伙 是没办法的 没好多打第一伙 技能 没有一个好的点输出 AOE吧 又他又没生 那个G生 那是C 你的怎么打呢 我看这边没告诉 因为有的高级别 都回到过去 所以说打野 也是比较的舒坦 看 挡了几次 我看他四次里面 基本上可以挡一次 这边 本来这边又去引压 再一个引压 去好两个 先手追后轴引压 两下就把这个 Admiration Tandy搞定了 我们叫Mania Tandy 一个我们的 很深刻印象 又是在MM8里面 那么在MM7里面 可能他的这个 Tandy冰之强走 只能练SF了 那么 MM8里面 也是雅梅迪的SF一战成名 就是SK打KS 那场比赛 也很有幸 我当时初次解说 MM8里面 也是选到这场比赛 我看这两个对面 很有意思 我说SK对KS 这个名字起得很 很69啊 这边吹一下 引压 再一个引压 两下全压重了 继续追 没有下一个锤子了 死门也是 消耗漫天 没有什么难 来控服来了 现在这个 河道眼 渐渐被TNFMM控制了 我们看到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眼 可以说 金面这边 现在也要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 这个点 我们还能看到野 在动 是否在动 这样子 你有人打野 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当然是自己人的 野区自己人打野 你也没必要看 TNF到一个Double 这边 微告诉你不在中路 还是继续来打这个小野 那么当年 4-3里面 小野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像虚空这样 用混野 中期混野的话 效率还挺高 不需要有太好的装备 现在你没有夹腿 想来打野 还是比较困难 这边直接 开C拆塔 强杀吗 沃道克在这里 沃道克很难杀的 你TS 这个血量 SK一个大漂亮 但这个V V极得漂亮 好 沃道克没死 反而是虚空一个大定住他 对不对 在秋SK 这边点吹死 冰上应该倒了吧 哦 还飞挺快 这边来堵TS TS这个血量 跟SK两个人又在这个街头 汇合了 能不能反杀一击 应该不现实 戳起了 沃道克好 这个绕得非常好 一转二连 干掉TS 双方也是 这边有一个家族服在身上 非常漂亮的一个反杀 沃道克以为自己没事 这个 跟你说 哈尼这个队视野把握 非常的骚 他是 这边是没有 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精密的视野 天天的视野 他仍然可以绕一个大拳过来 把这个在这里藏的 沃道克杀死 这个绝对是一个 非常好的意识 大神就是大神 那么哈尼我们知道也是 可以说是MM里面打的最有 微高的风格的一位选手 很多人也这样说 他最有灵性 相比之下 其他人可能显得比较古板 就是哈尼如果到一个一弯队 他们说可能就像微高的 这样挑大梁的神级人物了 但是可惜是在MM 更多人可以打后期 更多人可以打push 更多人可以打这个干咳 好 点捶一下走人 把他这个服打断了 应该是 应该是回复服 我们看到 这个加速服 不好意思 看错了 Tiny有加速 很容易杀人的 因为Tiny有加速 你这个二连很难躲得掉了 好了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18分钟 死问鞋子护腕 SK也是鞋子双护腕 比你混的好一点 这边鞋子携带 好 这边是出了一个 魔力法杖 还有圣殿指环 Tiny的日子比较惨 这边是先出 玄冰队 还不是先出 回过头金 先出盾牌 为什么呢 我也撑一下自己甲 因为自己只有1000 1000的血 但是甲太低了 好了 这边SF也是 应该是憋跳刀 这边下路我们看 三个人准备来 这次是要拿塔 不是杀人 刚才实际上 如果TS之足 拿塔的话 就没有这么惨了 这边感觉到 有人在猫塔 Tiny这次没空到服 所以威胁没那么大 这边两边各一个眼睛 三个人在塔下 越塔强追 威高斯 哎呀 这个待遇太好了 但这边也去 进阶方也没有差 任何的防守眼位 好 这边我们看到 斯拉瑟先出了锤子 漩涡流 当年还漩涡流 这边呢 TS 不是 这边是 SF出了两个户外 出了一个户外 没有选择先跳刀 因为这面板实在用起来很难受 它没有英雄头像 它只有一个